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只能要为小朋友们 讲一个好玩的故事 叫做 我的爸爸是长颈鹿 哦 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的爸爸是长颈鹿 我的爸爸长得又高又大 好像是长颈鹿 哦 但是呢 他不会像霸王龙那样 吓 吓人 我的爸爸个子很高 身上长着满满的斑点 我的爸爸是一只长颈鹿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跑得比我快啊 但是他总会特意地为我慢下来 配合我的速度前进 不论是在走路还是在开车 他每次都会这样 我的爸爸很温柔 也很好玩 我可以爬到他的大长腿上 从他的脖子上 猝滑下来 还可以骑在他的背上 妈妈说 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 爸爸也说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的爸爸 会很多只有大人才会的特技 比如说 他坐在大大的椅子上 双脚 竟然可以碰到地面 嗯 在电影院里啊 我的爸爸可以看到整个荧幕 当然了 骑在他的脖子上 我也能看到 我的爸爸 不用游泳 直接站在水里 就可以走到游泳池的对岸 哇 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的爸爸 还可以保护我 听我说出害怕的事情的时候 他还会想办法安慰我 帮助我 我的爸爸 很以我为荣 妈妈说 爸爸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说 我最爱我的爸爸 那 小朋友们 请你们想一想 我的爸爸 究竟是不是 一只长颈鹿呢 你 也爱你的爸爸吗 好了 这个故事 就是这样 英雄说少年 精彩节目 还在继续 千万 不要走开哦